江永杰非常热心于社会公益活动 过去台湾疫情状况严重时 他曾经捐赠医疗器材到各家医院 因而被称为抗疫女生 另外他还成立了慈善协会 最近他在脸书分享慈善协会的年度结案报告 透露总共募得4200多万元 金额将会全数捐出 他同时表示这一切都是大家的爱和大家的善 也表示不管是美少女也好老娘也好 反正我就是会努力拼下去 有趣的是最后他还都去写到有人偷吃被抓到 原来是他老公在活动现场吃蛋糕的照片被拍到 这样子后来还在照片中补充附上文字 老婆认真在报告 这位先生在偷吃蛋糕 透去了照片和贴文笑翻大批网友 没avior 吃蛋糕 未经许到贫免